中国大陆研发的电动垂直起降机 在中国航空大会上亮相 成为全球第一款 同时获得生产、试航和型号合格阵的飞行器 预计今年底开始量产 那未来会足够进入到城市 最终好进入到我们的生活 展场内还有专为青少年设计的无人机 中国大陆近年发展低空经济 各省市都有相关产业 深圳更成为低空经济中心 因此无人机执照补习班非常热门 可以商业表演、物流运输、执法侦查 无人机广泛地被应用 掀起考无人机相关证照热潮 目前中国大陆注册无人机204.9万架 其中只有22万人有操作证照 官方预估无人机就业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 但是陆媒也指出 无人机补习班收费贵 美元学费近万到数万人民币不等 而且即便考取执照 不少公司招募非手时 要求至少三年的工作经验 形成技术壁垒 让新手很难跨过高门槛 TV新闻综合报道 目前为了缓解